预计未来云诊室接诊量超2万人次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 很多来自外地的复诊患者纷纷拿出手机 向医生咨询云诊室如何使用 中山大学中流防治中心 美诊美诊部副主任庄爱华介绍说 中种患者移动医疗平台 中种掌声救医 APP在2016年就完成了云诊室网上就诊的系统踏践工作 一号篮球的专家教授号 云诊室能够挂到 专案华介绍 云诊室给患者带来的一大重要便利是 以往很多现场很难挂到的专家教授号 都能在云诊室挂到 医生在线接诊的时间 目前也没有时间限制 医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接诊 只要在内解决问题 都可以一直维持单线接通状态 多个癌种AI辅助研发 项目启动 未来三年 推广肿瘤防止诊断AI方案 据悉 甘愿讯室已经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借力起 有50多家医疗机构组成的 半中南地区肿瘤砖科联盟 并在近期筹备建设了 医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验室 以建设智能型肿瘤砖科联盟 为能及诊疗赋予更多内涵 从而真正带动基层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是今后中心信息化建设发展的终点 目前中心已经启动了 上消化道肿瘤 AI辅助诊断 截止肠癌诊疗 AI辅助决策等项目的业大工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